首先讲到第一点 他妈家的一个教程 像公屏上如果有人进来 他们要马甲的 或者带了我们家自己的珍爱团 这样的看到的互动比较多的 就给他上一个会员马甲 右键公屏上他打字的名字 然后找到这个成员管理 成员管理第一个是临时嘉宾 这个不用 这个也不用 直接给他新浪为会员 点一下就可以 然后公屏上就会有这个提示 这是第一步 卡玛甲的教程 很简单 右键一下公屏上打字的人的名字 然后呢 找到这个成员管理 点里面的 提升为会员 这是第一个教程 第二个 是报卖序权限 报卖序呢 就像如果说他们在公屏上打字 我们可以直接找到他们 右键 然后添加到卖序 那么他就上卖了 看一下这里 就会在卖序上面了 如果说公屏上没有打字的人 像进来咱们直播间里面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找他 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咱们频道 展开呢 会看到里面有很多人 比如说我要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找人 可以在这个里面找 或者在这个管理员列表里面 点开就全部是咱们家的黄码 然后挨个往上面报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见咱们家有多少黄码 然后呢 双击一下 他的名字 就会在下面出现 然后右键添加到Mesh就可以 想找谁 想找谁啊 双击一下 在管理员列表 第一个 现场观众后面 管理员列表里面 找到双击 然后呢 右键一下他名字 添加到Mesh 同样这一个也是 双击一下他名字 就会在下面出现 然后添加到Mesh 不会找人呢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现在找一个 嗯 落风 看到没有 搜索一下他名字的关键词 就会出来 然后同样的双击一下这个地方 名字写式的地方双击一下 他就会在下面出现了 看到没有 右键是提升为会员 然后添加Mesh 这两个权限交完了 第三个呢 是那个文本 公平上发文本的一个权限 首先这个地方 可以调节咱们的字体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点一下这个笑脸 点一下打字 这个地方的笑脸 调节一下我们的文字 这里面 可以调很多的字体 然后后面是调你这个字的呃 型号 调到多少号 然后这个是颜色 这一个呢 是加粗的字体 看到了吗 这是调字体的 好 这个不说 然后 公平上发的那些文本 公平上发的那些文本呢 我们点开这个发言这个地方 发送这个地方 点到发送这个地方呢 它会写是一个 看 有个快捷回复设置 点发送 打字旁边的发送 点开 然后有一个快捷回复设置 把它点开 那点开之后呢 咱们会在这里面 可以添加很多内容 可以添加很多内容 比如说我先删掉一个啊 我添加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啊 忧伤 好美呀 有点不要脸了 看到 就像你平时 公平上互动比较多的 比如说让别人就是改麻将呀 或者多少卡黄呀 或者就是等等之类的一些 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 我们可以编辑到这个里面 编辑到这个里面之后呢 点一下确定 记住先点添加 然后点确定 点完之后呢 看一下 把这个点开 那么直接它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直接可以发公平 不用我们打字 所以很便捷 好的 先交到这儿 后续的教程 以后再发